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蔣監文 天宗 大家好 我是馬志威 Edward 你兩位真的很難答 是不是算是電影上的合作第一次 是 能夠被葉導演看中 一定有他的眼光 再加上最有眼光的兩個投資者 是我們公司 真的很榮幸這個合作 首先你聽到公司 或者第一次見導演的時候 你自己的感覺 或者聽到這個消息 自己有機會做一個電影的女主角 反映的感覺是怎樣 第一次導演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都很驚訝 因為我聽得多了 導演的名字 自己未入行之前 都已經有看過導演的電影 那我就 第一次見面有點緊張 然後見到他真人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在做夢 好像平常在電視上見到明星 然後第一次見到真人 原來導演是這樣的 他工作的時候都很認真 所以我拍攝的時候 都是有點害怕 有點內斂 我最記得都是他面試的時候 就是見我們兩個的時候 見我也是聊天 就是想了解一下我背景 但是之前是不認識的 藍珠哥 不認識的 噢 OK 那智威 你又說一下你的過程 是的 你們怎樣被發掘呢 本身自己 介紹一下自己 我本身是一個無可疑 為什麼會被葉導演發掘呢 所以有人約了時間 上了去戀談 看看有沒有這個合作的可能性 但今天你的形象 和你一氣入一點的形象 很明顯很大 翻臉很明顯 我本身都是做模特兒的 是 導演要求角色 可能會回到90年代 更加一些 更加一些 所以跟我平時會有點不同 又說一下你見導演的時候 導演看中 你自己和他第一次見面的印象是怎樣 其實我本身也有看過葉導演的電影 我也很開心 為何葉導演問我 是否有什麼電影都會大計 我一開始也以為是一些 旁邊的角色 誰知跟我說 哎 林主角 林主角 他覺得我第一次見我 因為我真的沒有什麼反應 我不敢相信這個真的 是一個 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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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套電影給你做林主角 嗯 好了 簡單 掌家文你介紹一下 你自己戲裡面的角色 給我們所有的讀者 好 我戲裡面的角色叫做阿寶 嗯 這個是他慣用的 慣用的 我只可以成為 葉導演戲裡面的女主角 可以成為阿寶 這個角色都是倫家女孩 又是很純 很清純的 也有挖強的一面 其實我自己覺得 和自己都有點相似 導演選我的時候 他都說有留意自己的劇集 所以他覺得我也有阿寶的特質 就選了我做這個角色 是很激烈的感覺 嗯 第一個劇情 就是留給導演簡單 他簡略介紹給大家 那 講一下你們在戲裡面 其實這部是一部很感人 大家預備要戴紙巾 留眼淚一電影 哈哈哈哈 那你講一下 哪一場戲 你自己認為真的都 你自己真的 你要升女區下 是吧 我看過Trader 哈哈哈哈 結局那一場戲 是怎樣 當然不可以穿著的 大家一定要看電影 還有 我和阿強吵架 他誤會我 就是覺得 他本身當初很支持我 去 叫做出賣了自己的身體 其實我也是為了家 而出賣自己的身體 他很關心很疼我 不如我每天陪你上班 但是最後他也是頂不上 離開了我 就是什麼都沒有說 我們因為一些小誤會而分開 我覺得這裡 即加上配合是很感動的 明明兩人已經是相處了很久 他百歲的時候已經認識我 看了我長大 但是因為一個誤會而離開了我 我覺得是很無助 而這個無助就令到我是很想哭 因為他是我身邊最親愛的人 當然說哭了 你是否可以即時飄出眼淚呢 他也不行 我要 培養自己的情緒 我想要各方面配合 即是環境 劇本 還有導演 導演是導得我們兩個很好 還有劇本真的寫得很感動 所以看劇本的時候 我自己都很感動 到拍的時候 那個環境是令到我 很投入那個角色 那我就很自然哭了出來 馬智威 你又說一下 你也是第一次拍電影 那哪一場戲你自己覺得是有難度 或者你自己演得 都很難忘呢 難忘有一場 我記得是在 是吵架的 我要發脾氣 那我罵阿寶 為何要做這些事情 為何要出賣案 那一場戲我覺得 因為平時不是說話很大聲 就是思思文文的 但是那一場戲 導演叫我 你用盡你人生所有的力量 去發誓出來 罵他 然後我那一場戲 我做完之後 就覺得 哇 散了 因為真的 很多剪輯 也很感謝 那場戲 幫了很多 不用緊張 因為那場戲 那場戲很緊張 就是你本身 除了拍過MTV 或者廣告之外 是沒有正式去做過 拍過電影的 是嗎 是 正式來說 這個是第一次 哇 你們兩位 真是恭喜恭喜 很難得 還有沒有說 其他演員的對手 你們介紹一下 美姨姐 江美姨 就是做我媽媽的 她也是很容易 帶到我入戲 因為她是要做一個 有腎病的病人 我又要籌錢 在醫院那場戲 她是很觸動到我 我真的當她是我自己媽媽 你覺得跟葉導演合作 有甚麼反應呢 嗯 很 其實她有些 即她工作的時候 那個 戲場 那個態度 是令到我們都很投入的 她工作時候是很認真 而且她也是很疼愛我們演員 她也知道我們會擔心 拍一些很close的戲 或者知道我們有壓力 是不停去開解我們 要我們放鬆一點 我很喜歡跟導演合作 因為我覺得導演 除了做導演之外 還會做編劇那一份 即那個工作已經是很厲害 而且她很清晰知道自己是需要拍些甚麼 當然有些時候拍戲又會因為環境而要改一改劇本 但是她也不會影響到整體的故事 嗯 好 馬哲瑋呢 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營生 她有點害怕 是 因為我知道她很認真 她在這套戲裡面 教育了我最大的 就是首先要很專心在電影裡面 也減少我平時說話的方式 她好像將我由我本身 馬哲瑋調整到另一個字 而且她工作的時候 那個態度真的很尊嚴 她不知做導演 不知做編劇 還要做我們兩個的心理輔導 這件事是很厲害的 這件事是很厲害的 好的 好的 好 有問題嗎 是 平時你電視裡面是一個很乖女的現象 那導演怎麼游說你去做一個高中會呢 這件事 其實Casting的時候 她也有跟我說過 少少劇情是怎樣發展 可能會有少少突破 但她是說不是很激的 而且因為這套電影也是比較懷舊 味道比較重 而且很著重我們兩個人之間的感情 所以其實那些很親熱的場面 不是主要的Selling point 而且她佔的整個蝙蝠不是很多 不是很大 那她怎樣游說 我想她也不用怎樣游說 你覺得她有安全感嗎 最初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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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我未確實收到劇本 她就給了一份牆 我提叫我回家考慮 其實我很想拍 但我怕自己做不到 不過她最後都覺得我是做得到 她是給了很大的信心 我反問她你是不是真的覺得我做得到 她說是 然後我鼓起勇氣 我就直接拍了這套電影 而且我自己不想坐塞機門 所以我就拍了 絕對正確 這個電影 即是我們來跟白頭 你先說一下大家 首先 什麼時候有這個概念的劇本性 這次第一次不是你 我想最大的一個 最熱戀心來說 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 以前我的電影 經常都說 有人問 這些電影的故事會不會是朋友的 或者聽回來 或者改編真人真事 我這次又會比較大膽地說 這部電影很多的故事是我自己的 自己 是啊 真的 當然 究竟女主角好像蔣家民說一樣 我一回答大家 但是這次 我想會有一個比較 希望觀眾會有另一個看法 我覺得拍了這麼多年愛情戲 是 還有每一年都說一年一部 其實有 最初 Paco給機會我拍《陸加斯維谷》 今年第八年了已經 哇 其實已經是第八部 的一年一部 那我呢 其實會不會可以試試 有一部可能個人的風格 再強一點的一部戲 那這次 可以變成很多東西 是 用了一些我沒有用過的方法 去拍 或者一個風格 譬如今次 很多人說願心的戲 都市愛情的 今次都有 但今次其實有另一個很大的篇幅 就是在過去的 即是過去的 90年代 開始的故事 其實 因為今次 大部份人看完我的故事之後 覺得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其實 除了《陸加文》和《馬智威》 做戲裡面的 他們由十六歲開始做 做到最後他們是二十六歲 即是有十年的幅度 但是其實 最初他們兩個的角色 其實是六歲 所以戲裡面 其實有了幾幾多篇幅 是小朋友的戲份 那兩個小朋友其實很像他們 Cast出來現在 以及戲裡面 不如跟以前《二戀中》的戲 是很少有父母的 那今次呢 其實是有父母 即是有家人的 譬如 《陸加文》的父母 就是江美儀 和盧凱鵬 那 馬智威的就是 古明華 和湘天鵝 那其實又會有一些 所謂 很少人看《亂心》 拍家庭 的一個family 那邊 還有今次的拍花 所有的東西 我都希望是反迫歸真一些 那 我經常相信 現在是需要一部感動人的 那今次出來的 第一次突然離路了 大家又看《遇過》 或者其他朋友看完這部戲 都覺得 有一種久違了的感動 還有這部故事 最後其實 其實找完了很多年 因為其實 如果你問我 這部故事在我腦海裡 有超過十年 我是很想拍這一個故事 但當然是因為 很難找到一句 我覺得合適的生日 另外另一方面 就是 亦都要投資者有個信心 或者很大膽地 不是 因為這部戲 其實你問 真是由他們兩個背 其實他們兩個的壓力很大 因為真是 這對新人 當然我用了很多腦氣筋 去包圍他們 但到最後 其實剛才說 董哥和我們有談過 蔣家文又有演戲的經驗 就是電視 就是馬志威 真是八個張 他真是沒有任何演戲的經驗 導演 你講一下 對這兩位新演員 你給他機會 整個拍攝 你自己眼中挑選了這兩個 認為你最適合的了 你給他這麼大的機會 其實你覺得他們兩個演出的表意而我呢 其實這次做casting 是一個很有趣的 因為這部電影拍攝的時候 其實都是說 男女主角很重要 我必須要是新人 新人的意思就是 我經常都說 現在很缺乏演員 這部電影 除了是用新人做男女主角之外 其實都希望有一個目標 真是可不可以再作為新演員 我未來 這個拍攝我以前教的 一定要有新好 身邊有舊 但是去找的時候 我其實做了一個 挺大規模的casting 因為剛剛已經很早有劇本 但是 就找譬如 譬如 蔣家文還在二面心電影裡 會有的 馬志威就是阿強 各自這兩個角色 其實見了很多人 見了很多人 是有model 有一些真是很新的演員 或者是剛剛入行 未曝光的 其實 很有趣的 可以分享 在casting裡有趣的 很多人是來到 有一個這麼重要的角色 但是用中十八般 無謂 讓你知道 我很好戲 我好狠去演出 或者是很投入 想得到這個機會 但如果你問我 其實他們兩個是最不自在的 就是他們兩個 就是試鏡 因為我試鏡和casting 不同 我不是一來就給你一場戲試 其實我喜歡跟他們聊天 還有看他們對事情的看法 但是很多時候 你問譬如 馬志威 馬志威之前那些 譬如casting的人 都說我們很肯配合 因為經理人已經搶著 跟你說 條件可以怎樣 但是 我覺得這個角色 你一看馬志威 都比較新潮 但戲裡面 其實都比較 很老套 要他所有東西都要土 當然是我去見他的時候 其實我挺喜歡的 他有那個強的特質 他真的上來 不太知道 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有一點點是 馬志威出來 人家叫他來 他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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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做 聊聊聊 我挺喜歡這種 這種 沒有包袱 還有 其實戲裡面的阿強 阿強是一個很老實地 有點懵 如果你看到很聰明 我覺得很聰明 我不是說你不笨 但是戲裡面很滑陋 尤其是這樣 但是 蔣家文就 蔣家文就 其實要跟他談很久 因為戲裡面其實都挺大膽 要有大膽的 即是有一個 重要的問題 你說一下這個 其實戲裡面 如果有看預告 或者部戲 本身都知道劇情 因為主力的高潮戲 就是因為這對男女 他需要一筆錢 他必須要去做一些 出賣自己的事情 當然那件事 我不是去埋弄 其實戲裡面 都不會說很埋弄的 說給你聽 那個行業本身是發生什麼事 但是其實 因為部戲本身說第一次 這個男女主角當然要是第一次 也會說 這兩個演員都要第一次 演出這種戲的經驗 跟蔣家文說 一來他都要面對愛回家 但是另一方面 他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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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其實可能你不用擔心 我不會說是埋弄 也不會說我們做一個很圈延 但我覺得應該要有 尺度我保證 不是說要去到三盆 但我給了一個好的提示 其實蔣家文當我說 找他做這部戲的時候 他都有一個緊張 就是說 我很緊張那幾場戲 我很記得跟他說 其實你不是應該緊張那兩場戲 而是你應該有壓力的內置 一部戲 你整部戲 你第一次演戲 就做老珠寶 你第一次演戲 就演一部戲 由你去做中心的一部戲 這個機會其實我覺得很難得 萬中無的 我回答你 是啊 萬中無的 你的壓力不良 這兩場戲覺得好不好 或者會不會有壓力 而是 我現在會感覺到 一開始做宣傳 其實我想大家的目光和壓力 一定是一開始排山到海 因為其實我想所有人看完 部戲之後 其實對他的演出 都是讚賞的 而且很難得 這次整部戲 真是以他為一個中心 他的福度和起伏很大 我說你用心做好演戲 比你還要想 哎呀 那些床上戲 或者親熱戲會怎樣 那些戲沒什麼用 他都是整件事 你怎樣做好戲 好 那下次選角的時候 選一個我先簽了幾首 像中嗎 一開始 double 你可以 不是 引 mim 很難 那他